这里有监控吗 干吗突然停车 喂 我正和林姐说到你呢 说什么 说你想妖怪女儿 说你看剧本的时候问我 为什么设定男人只有二十五岁 你等一下 余老师 对不起啊 我以后帮她接戏的时候 一定会注意这一点的啊 你放心啊 我跟金姐我们闹着玩的 余老师 你放心 哪儿和没有你帅的 可是她只有二十五岁啊 瞧 金金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啊 跟你开玩笑呢 你吃饭了吗 吃完了 对了 刚刚在食堂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还在我前面两个小姑娘 是其他所的 我听见她们的讨论吗 你都有粉丝了 你跟我炫耀啊 我怎么会找你需要粉丝 我今天有一个小姑娘说 她对我幻灭了 你干吗了 你让人家都对你幻灭了 她这么说的 今天在会议室外 碰见了余总 没想到余总 看上去那么学术的一个人 手机桌面 居然是女明星 幸好她跟我接触不多 不然她会发现 这个女明星的照片 我还是一周一换 我觉得这两个小姑娘 以前上学的时候 已经特别认真 从来都不挽住八卦新闻 后来呢 你有跟她们解释吗 本来想算了 但是呢 又觉得自己的形象不能受损 正好吃完饭 在门口碰见她们 我会跟她们说 手机桌面 是我老婆 余总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但是她们好像 不太相信的样子 所以 你要不要帮我证明一下 你要我怎么证明啊 发微博吗 那都不用 过去 可以给我来探个班 顺便看个火箭发射 你的细语不是快杀青了吗 我 我真的可以去吗 极地最近几个月 一直在举办 航天家属看航天的探班活动 我每次都报名 第五次 终于被抽中了 可以吗 我能去发射中心探班吗 余太太 欢迎到海角发射中心 来看三十八岁的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余老师出来接你了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忙啊 正好有点时间 小猪 麻烦你了 我现在是金晶的 执行经纪人了 应该的 而且我过前正好 要去三亚 顺道的 今天给我报销 我可不得好好送一送 说的以前不跟你报销呀 老百万岁 百年好和 小猪越来越火婆了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你们快进去吧 这边 路上小心啊 再见 小小姐 我是群里的小张 负责这次家属探班的 相关事项 您好 您的身份证我需要看一下 再就是这个来访人员登记簿 不来 给 谢谢 那既然余总来接您 等一下我就先回去了 好 谢谢 麻烦你了 乔小姐 嗯 其实我是 从小看您电视剧上她的 谢谢 谢谢你从小到大的支持 不用 不用 行 那我带她回记定位馆 好 小张同学这么傻乎乎的 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啊 不过像你这么欠揍的人 都能找得到啊 她应该也不难 女朋友 你是不是看不及我了 我都找到老婆了 我都找到老婆了 哦 好优秀哦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辆车来接我呀 借到什么就什么 来 上车 好 叶子 皇室 你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学习能力最强的智男了 生活所迫呀 导游 开车 你这个导游也太不承识了 都不给我介绍一下 海角航天饭厂 是我国四大饭厂之一 也是唯一的低伪路 之前我在网上都看过了 食堂非常好吃 还有呢 我会在这里 把搜神号送到太空 那以后这里就是 我最喜欢的发射场了 前边那个是发射塔吗 是厂尾巴尔塔建的 那那边那两个很高的 摆设建筑是什么 一个是火线总装测厂房 另外一个矮一点的 是卫星总装 那你是不是就在 卫星总装厂房里工作呀 卫星转运到火箭总装前 一直是 我知道 就是你们一直测来测去的 转运到火箭总装 转到火箭总流罩里的 对吗 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航天的女演员了 我知道了 都是我老公叫的 你这里有监控吗 干嘛 干嘛突然停车啊 干嘛 你问我没有监控 我是这个意思 是有点这个意思 干嘛得坏这么快 所以到底有没有监控啊 当然有啊 我们保密大卫 我们保密大卫 反正是保密大卫 反正是保密大卫 我们保密大卫 也要不 Wah 好 冯哥 好 这个酒店 主要是让给工作人员住的 大床房有限 所以呢 我就让给其他同事了 你等着休息会儿 我去开几个会 晚上呢 我把床搬一下 搬床干什么呀 这会不会太明显了 你们这儿有人打扫吧 只要明天白天进来 看两张床合在一起呢 这都尴尬了 没合在一起 会不会更尴尬 你尴尬 我好好办 那现在搬吧 还来起 别别别 别搬了 其实我这么瘦 一张床也不耽误 来 来 好像是可以啊 快起来吧 赵教授找我去聚会呢 去哪聚会 微信发我地址 我